第1356章 你别血口喷人 吃过晚饭 贺景轩和新颜准备离开 看外面天是阴住的 新颜转身对张奶奶和神谷倾倒 外面冷 你们别出去了 张月山也拦住了自家老娘和妻子 这天怕是要下雪 我出去送他们 你们别出门了 贺景轩帮新颜戴好帽子 然后把围巾系好 牵着新颜就准备去提张奶奶给准备的那的大包袱 张月山看到 快他一先拎了起来 你护着新颜 包袱我来拿几人出了屋 顿赶一阵凉风吹来 新颜抬头看向天空 山子书 你怕是说对了 今晚怕是要下雪张月山边随着他们的脚步往外走 边说道 下雪路滑 你出门可得多注意住些新颜翘声道 没事 这几天全程由景轩陪住 我的安全由他负责贺景轩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就这么说定了他早就想好了 要是真下雪了 那他就寸步不离地守着媳妇 张月山送两人上了车 景轩 开车慢住些新颜朝张月山摆摆手 山子书 天冷 快回去吧 我们走了两人一路到胡同口停好车 贺景轩把人抱下车 之后一手拎包袱 一手牵着新颜 刚走几步 媳妇 下雪了新颜仰头看向天空 笑着说道 去年除夕夜下的雪 今年大年初一夜下的雪 是不是过年都得下场雪 烘托一下气氛说到去年过年 便想到了贺家 哎呀 今天忘记给集市那边打个电话拜年了 贺景轩笑了起来 放心吧 我一早就打过了新颜抬头看向他 那你怎么没喊我 贺景轩用妇揉了揉他的手 我打电话的时候 时间还早 某人还在梦里会周公的新颜正想说 那婆家人还不得以为自己是个懒婆娘 就听贺景轩道 我跟他们说 你昨晚孕吐睡得晚听到这话 新颜直接笑了 你可真行两人说这话到了家门口 贺景轩放下包袱 单手把大门打开 只是两人刚进屋 外面便传来喊声 救命啊 要杀人了两人脱衣服的的顿住 同时看向了外面 贺景轩伸手帮新颜脱住外套 外面冷 你又怀着身孕 就别出去了 我过去看一下 新颜也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好 知道了安顿好新颜 贺景轩这才往外走 还不忘把大门关上 这时 有不少人往隔壁传出声音的宋家走 贺景轩道的时候 宋家正打成一团 宋展明后娶的媳妇 葛素花正跟宋家大嫂在前仗 两人下手那个狠 围观的人都觉得疼 不远处 宋展明也跟宋家大哥打到了一起 贺景轩喊了几个平日里 常打招呼的邻里 帮忙把人拉开 等几人被拉开的时候 各个狼狈不堪 宋家两个儿媳脸上 还都溅了血 这时 童老太太挤了进来 这大过年的 怎么还打上了 这话也是大家想知道的 本来宋家其他人还想着 家丑不可外扬 客戈素花今天不仅受了气 还挨了打 自己的一双儿女还被人骂托油瓶 她忍得了才怪 是啊 这大过年的怎么就打上了 还不是有人犯了红眼病 盯上了别人辛苦 正来的辛苦钱 宋家老大媳妇反驳道 你别血口喷人 可素花抹了一把脸上的泪 你敢不敢拿你的儿女发誓 如果说谎 他们不得好死他这话才落 宋家大嫂举手就冲着他冲了过去 敢咒我的孩子 我打死你这个仓妇 宋展明看媳妇又要吃亏 直接小跑上前把人拦下 够了 敢做不敢当 竟然处不到一起 便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以后千万别再打着任何旗号 叫我们回来第1357章 才不动人心 宋展明说完扶住葛素花 冲一对妓子女喊道 走 咱们回家 不说这鸟气看到这 邻里们哪还能不明白 只能说 才不动人心 这是看宋展明夫妻 那小杂货铺赚了钱 宋家想作妖了 心言在院里听着外面的动静 不禁有些诧异 毕竟之前宋家还算和睦 平日里虽有小摩擦 可都不是大问题 宋展明一走 光剩下宋家大儿媳妇 在那骂些不住编辑的话 大家便也就都散了 毕竟这大过年的 天佑了 贺景轩担心心言 看宋展明一家离开后 便往自家院子里走 看心言站在房门口 怎么出来了 心言放低声音道 屋里听得不是太清楚 我便出来了 贺景轩伸手摸了一下他的手 这大冷的天 赶紧进屋 手都有些发凉了 心言笑了起来 就我这体质 你是认真的吗 贺景轩不赞同道 体质好咱们也不能大意 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要是真住凉了 我不得心疼 心言却是打句道 其实你是怕外婆和张奶奶 他们收拾你吧 贺景轩看笑得跟个小狐狸似的 盲腹贺道 是 是 是 那你能不能疼疼我 别让我爱平 心言被他的样子 逗得笑了起来 行吧 我尽量贺景轩帮心言冲了一杯奶 喝了暖暖身子 心言结果 这才说起隔壁的事 之前宋前看着还算和睦 这怎么就闹上了 贺景轩把拎回来的包袱 找地方放好 这才说到 条件都差不多的时候 自然能和睦 如今宋展明那小铺子的生意 红获得很 宋家人自然想分一杯羹 大概是吃相太难看 这才会翻脸吧 心言轻叹了一声 不过宋家大嫂也真是的 再怎么闹 你也不该把那两个孩子牵扯进来 人家又没吃他喝他的 真是管得够宽 这种人以后还是少储吧 贺景轩并不觉得心言这话有问题 为了利益 多对小叔子一家都能恶于想象 更何况是其他不相前的人 笨两人说着话 心言手上的牛奶也下了肚 心言把杯子递给贺景轩 今晚这是一出 宋家之前的风评 怕是不复存在了 也不知道宋家大房的人 现在有没有反应过来 贺景轩把床铺铺好 你现在越来越看八卦了 心言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难不成这也是 运气反应的其中一种 说完 还大笑了起来 贺景轩一脸宠溺之色 我去给你打水泡脚 你别笑了 小心叉气 心言点头 嗯 我不笑了第二天 他要随爸妈回外婆家 所以两人泡完脚便歇下了 这是几家人提前商量好的 因为明天表妹要回姑姑家 妈妈要回外婆那边 自己便和妈妈一起回外婆那边 而大伯娘或大唐嫂 二唐嫂初二也要回娘家 所以大家一致决定 初三回韩家老宅聚餐 一日 贺景轩早早起来作业早餐 小懒猫 该起床了 再晚君君又该笑话你了 第1358张 你人小辈分大 夫妻二人提着准备好的礼品 到顾家的时候 韩静轩他们已经到了 不过一看就是刚到 身上的厚衣服还没有脱下 星妍伸手朝弟弟喊道 君君有没有想姐姐 君君见到姐姐自然也是高兴得很 小跑住就想去找星妍 只是刚跑了两步 后领子就被自家爸爸揪住了 你姐姐现在肚子里怀着小宝宝 你可不能再横冲直撞了 韩朝君听到自家老爸的话 仰头笑道 我舅舅韩静成有些头大 纠正道 是你要当舅舅 不是你舅舅 是你外甥韩朝君想了想 冲他爸点点头 对 我说外甥这话直接让大家笑场 顾一泽走了过来 君君 你要当舅舅了 你姐姐肚子里的宝宝叫你舅舅 你人小辈分大 这时许如兰也走了过来 这小家伙指了指许如兰的肚子 有宝宝话刚说完 顾老夫人笑着走了过来 对 我们君君的记性真好 前几天姥姥说过 就记住了是不是韩朝君拍拍自己的脑袋 宝宝聪明 顾老夫人被他这小动作逗得大笑了起来 对 我们君君聪明 所以不光是不能往姐姐身上扑 舅妈身上也不能扑 记住了没有 韩朝君边小鸡啄米式的点头 边指了指舅妈的肚子 我外甥这话一出口 大家直接笑得直不起药 只有韩朝君小朋友 看住大笑不止的大人们 抬起小手挠挠自己的头 一脸的迷茫表情 过晚情挂好外套 赶紧走了过来 蹲到儿子身边 姐姐肚子里的宝宝 是你外甥 叫你舅舅 而舅妈肚子的宝宝 是你弟弟或妹妹 你是哥哥 妈妈这么说 你听明白了吗 韩朝君反应了一会 直接红了脸 不好意思地扑进了妈妈怀里 闷声闷气道 姐姐肚子似的宝宝是外甥 舅妈肚子里的宝宝 是弟弟妹妹顾晚情搂住儿子 在他侧脸亲了一口 对 我们君君真棒 贺景轩把东西放下 炎炎 你喝热水还是冲奶 星炎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倒杯热水吧 也就三两口顺下凉气的事 韩靖琛看贺景轩 对自家闺女上心 心里一阵欣慰 顾晚情正好看到他的表情 不禁把怀里的儿子递给他 带君君王会 我和闺女聊一会 顾晚情看女婿 接过女儿手上的杯子 你去找他们说话吧 星炎这里有我 贺景轩笑道 谢谢妈顾晚情有些好笑 跟妈客气啥 等贺景轩离开 顾晚情把二嫂许如兰 也喊了过来 跟他们科普了一下 孕妻注意事项 他们正聊着 就见黎沈走了进来 晚情 门外来的几个人 说是顾氏的员工 过来拜访老爷子老妇人 顾晚情冲离沈道 让他们进来吧 说完 又跟星炎道 去书房通知你外公 他话才刚说完 就见二嫂许如兰 站了起来 小妹 我去叫妈顾晚情冲她点头 好 他知道许如兰这人爱清静 不善交集 便由住她 第1359章 不和你好了 故事的中高层 走了一波又一波 而且上午过来拜年的 还有冲着韩靖琛来的 毕竟他除了大年三十 和大年初一在家 一般情况 都随媳妇朱月家这边 快到中午 家里才消停 当然大家也能理解 毕竟这拜年是习俗 有的人带了家里的小辈过来 顾老爷子和顾晚情 今天也送了不少红包出去 不过 韩朝君小朋友 也收了不少就是 热热闹闹地吃了午饭 直到下午家里闲少来客 几人便这麻将桌 顾老夫人带着闺女 而媳妇 外孙女凑了一桌 顾老爷子带着君君小朋友 出去找老友下起去了 家里其他人做后勤 好麻 那叫个伺候的殷勤 谁都怕被比下去 一时间就看他们 出出静静 好不热闹 顾晚情本来是想让星妍和贺景轩晚上住这边的 可两人说明天回寒假的礼品没带过来 省得明天还得起早 跟自家爸妈说好明天寒假老宅见 小君君不想姐姐走 眼里还闪着小水泪花 明天见星妍看到她这样 准备伸手把人接过来安慰一下 结果被顾晚情拦了下来 你现在怀着孕 可不敢大意 我们君君都要当舅舅的人了 才不会耍小孩子脾气 是不是 星妍看了自家妈一眼 又看向之前还以长辈自居的弟弟 这回泪花花要掉不掉的 突然就笑了起来 小君君看她这样 突然就大哭了起来 含糊道 不和你好了 星妍听到这话 知道这是自己刚才笑惹了血 君君 姐姐没笑你 我是想着自己要走了 大过年的总不好拉着 全是不是 就想笑着跟你们告别 没想到没把人哄好 人家哭得更伤心了 姐姐有了宝宝 不疼 君君了这话一出 大家面面相去 星妍觉得小家伙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 想到下午外公带着她出去了过 便柔声问道 谁跟你说我不疼君君的 小家伙听到问话 更是哭得伤心 他们都说 姐姐有了自己宝 就 不疼我了 顾老夫人听到这话 瞪了一眼 站在不远处的顾老爷子 看看你钱的好事 是不是带他出去 又忍给别人带了 顾老爷子心虚地摸摸鼻子 轻壳一声道 李家那几个孙辈都在 我想着孩子们能玩到一块 便让他们带着君君玩了一会 心严用额头抵住弟弟的小脑门 别人说那些话 只是想逗逗你 你怎么还当真了 再说姐姐疼不疼你 你自己感觉不到吗 想到年前收到的玩具 小家伙这才止住了哭声 真的 心严伸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尖 你的聪明镜啊 小家伙这会可能也智商上线了 有些不好意思 直接把脸埋进了自家妈的脖梗处 当起了安唇 心严揉了揉她的头发 那姐姐走了 明天老宅见 到时候给你带好的国府 小家伙没有回头 却是伸出一只手 朝她摆了摆 等她快走到门口时 带着鼻音道 明天早些见 心严自然明白她这话的意思 知道了第1360章小堂哥 处对象了 第二天一早 贺锦轩早早就起来了 她怕他们夫妻今天去晚 小舅子会不依不饶 说来也好笑 她一个七尺男儿竟被小舅子 这么个小屁孩给拿捏了 把一切准备好 这才回了卧室 看心严已经醒了 媳妇 饭好了 等你起来收拾好 温度正正好 想到昨天小家伙那小表情 心严不由笑了起来 今天还真不能懒床了 要是让小家伙抓了错 怕是又该不高兴了 说完 想到什么 那小家伙聪明住呢 这是想着我放假了 还不陪她 故意在搞事 平日离我上班忙的时候 她才不耍小性子 贺锦轩自然也明白 对了 前几天你给她买的玩具 昨天也没有带过去 今天带上吧 正好还能分散一下 她的注意力 心严一拍脑门 确实 跟飞飞 飞凡还有小瑞峰 他们的玩具放到一起 忘记给她带过去了 自打心严怀孕 贺锦轩把心思 都放到了心严身上 为了不会再忘记 她起身 先把那一大包玩具 拿了出来 更要提到 韩家的礼品 放到了一起 心严提醒她 把买给四言 和四礼的礼物拿出来 咱们明天过去 给他们带过去 贺锦轩显然也想到了 刚弯下腰准备去找 咱们这几天的行程 还挺满心严 听了不由笑了起来 确实 过几天 还要到各位教授家里 走一趟 毕竟这几年 他们可没少照顾 贺锦轩点头道 嗯 初六我到单位 安排一下就回来 到初十前 我都能陪住你 两人回到韩家老宅的时候 就大伯和大伯母在家 大伯 大伯母 过年好 我们回来了 苏爱红在围裙上 擦了一下手 快进来 快进来 刚才你大伯 还念叨你们了 心眼没有看到其他人 他们都没到 大伯母 苏爱红笑道 估计也快了 心眼往院里瞅了一眼 我小堂哥呢 苏爱红接过贺锦轩 手上的一部东西 他处了对象 那女同志的哥哥 在南边部队当兵 今天要回部队 他一早就去火车站送人了 一会就能回来 心眼眼睛一下就亮了 小堂哥有对象了 苏爱红点头道 就那吊耳郎当的样子 被他对象拿捏得死死的 我和你大伯 倒是对人家姑娘挺满意的 之前在小堂哥 韩昭辉工作的事情 心眼提醒了大伯几句 之后正好有机会 当然大伯肯定也是脱了关系 小堂哥转到了电力局工作 小堂哥是个健谈之人 跟谁都能聊几句 如今在单位 也是混得如鱼得水 现在有了对象 大伯和大伯母 总算是可以放心了 那他们处到哪一步了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这时大伯走了过来 那小子说要谈一段再说 不过前些日子 我试探了那姑娘家里的意思 只要他不做 应该快了大伯进屋后 贴心地给心眼倒了一杯热水 来 喝几口压压凉气 心眼接过水 我大堂哥和二堂哥 他们出几归队 苏爱红把桌子上 吸好的水果盘拿了过来 正准备给心眼订 就听心眼道 大伯母 我现在不想吃 您别忙活了 苏爱红听他这么说 便把水果盘放在了桌子上 你大堂哥攒了不少架 本来是想休假到十五的 不过你小堂哥处了对象 他想着初六就回部队消假 你二堂哥本就是初六回部队 正说住话 就听到外面有了动静 心眼透过窗户往外看去 就看到大堂嫂拉着飞飞 从后院过来了 人还没进屋 就听到大堂嫂的声音传了进来 飞飞 你姑姑姑父他们到了 第1361章 我们不会换尿布 心眼平日里 没少给侄子侄女送吃喝 所以这几个小家伙 跟心眼熟得很 飞飞听到自家妈的话 甩脱五圣方的手 嘟嘟 姑姑 飞飞来了苏爱红 怕小丫头摔倒 听到动静便说道 你慢着些 小心脚下 还有不许扑你姑姑 她现在肚子里怀了小宝宝 飞飞进门听到奶奶的话 还真就停住了脚 歪着脑袋 盯着心眼的肚子 好半天才说道 跟飞凡弟弟一样 小宝宝钻进了姑姑肚子里 苏爱红笑了起来 对 飞凡弟弟是堂弟 将来姑姑生的是表弟 但都是弟弟 韩飞飞突然来了一句 那小叔是什么弟弟 苏爱红听到孙女的话 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丫头 对于让她叫君君小叔 这事一直有意见 每一次遇上小孩子的事情 总得把君君拉出来溜一圈 正说住话呢 韩敬琛他们也到了 韩朝君小朋友一进来 便住急让他妈把小背包给他取下来 然后冲着韩飞飞招招小手 大侄女 小叔带着吃的 给你屋里的人都不再说话 全都看住两个小孩 就见韩飞飞小朋友 在自家奶奶怀里蹬住小腿 下去 下去苏爱红把人放下 看她站稳 这才起身站直 就见小孙女走了过去 这次倒是没有伸手要吃的 却是说道 姑姑肚子里有小宝宝 我和凡要当姐姐了 韩君君小朋友听到这话 纠正道 凡是哥哥 不是姐姐 飞飞小朋友 据理力争道 是姐姐 姑姑肚子里的 才是弟弟两个小家伙 争了半天 谁都不服谁 然后两人都生气了 一个往左边牛脸 一个往右边牛脸 同时说道 不理你了之后 两个小家伙 同时各自找了帮手 韩飞飞找了 离他最近的自家奶奶 奶 凡是不是姐姐 而韩朝君小朋友 刚找了自家妈 妈 凡是哥哥 就听苏爱红先开了口 你小叔说的是对的 凡是哥哥 因为他是男孩 你是姐姐 因为你是女孩 小丫头听到奶奶的话 这才知道 原来是自己说错了 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有些不好意思的 转头看向了韩朝君 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小叔 小叔 我 他话还没有说出口 韩朝君小朋友 便拉开自己的小背包 你还小 没关系 小叔给你带了好吃的 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把屋里的人全给逗笑了 之后 姑姑一家子也过来了 两个小家伙 也终于不再尴尬了 因为二堂嫂 也带了韩飞凡过来 两个小家伙 自许是大孩子了 便担起了 照顾一岁多的 韩飞凡的任务 还别说 照顾的还挺认真 孙正林还把自家儿子 放到了他们身边 故意逗他们 飞飞 君君 那你们要不要帮表姐 看下小疯疯 结果韩朝君君来了一句 表姐 你快拉倒吧 我们不会换尿布 屋里再次传出大笑声 等大家都指了笑 韩春雪这才说到 还是孩子多了好玩 严严给带了个好头 老二家的结文 昨天也查出了 有孕顿时 大家的目光 全都看向了二标扫盒 和解文 感谢观看